下面我们来看 同一个词根呢 它可以有不同的焦点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给他们打电话 所以是打电话的意思 再叫我们了 所以是叫的意思 光是有两个不同的词材 如果是AN 那么是打电话 如果是IN 就是叫的意思 下面呢 我们要看 菲律宾语的主动跟被动 常常呢 还有一个关系呢 也就是如果主动是mug动词 它在被动的时候 puck会表现出来 所以mug跟buck 这两个是姐妹 如果姐姐出来独当一面 妹妹就缩着 那妹妹出来的时候 双胞胎 puck就出来了 所以有一点不一样 双胞胎不完全一样嘛 对不对 mug跟puck的关系 我们来看puck的时候 被动的时候 也就是出所交点的时候 puck怎么样跑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它的主动的时候应该是 makbasensya 那么变成对动的时候 是 bakbasensyahan 什么 工作 这个打 trabajo 是 mag动词 好 我们看现在 如果变成了 出所交点 被动的时候 他长什么样子 啊 整个屋高中 同样的 分析的 幻想法 里人家的 在菱瓦大学 相村的高中 跟您的孙子 在同一个学校工作的 所以你看 这边的 打 trabajo 这是主动 然后到 变成了处所交点被动 所以你看见 这都是互相有关联的姐妹出场了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 受试交点跟处所交点 之间它的意义上有什么不同 他说还算干净 只是他们洗过以后不擦干 好我们先来看这一句 受试交点跟处所交点 它基本上最大的不同 就是受试交点 它所影响的那个受试是很全面的 譬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是擦干 是从湿的变成干的 所以它受影响的程度是很全面 它的改变是非常剧烈的 那另外一个词呢 班老万是清洗 所以呢你清洗的时候 可能只是洗了外面 那里面可能还是脏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清洗呢 是注重在那个处所 那个外部被清洗的地方 所以你看这两个的差别 很容易就可以看出 哪一个交点放在处所上面 比如说清洗 哪一个是放在结果全面的改变上面 比如说是擦干 所以又看有人有讨论 都在垃圾 里面